中美的博弈 领导人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拜登他真的是很幽默吗 我们是要庆祝百万的订阅 拜登来看到他庆祝什么呢 他说什么 这个是彭博社说 拜登说他的外交的政策的知识 knowledge equal跟谁一样 跟Kissinger一样 可以跟他相比 然后他说我可以大眼不惨的说 我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了解 不输任何在事者 包括基辛吉博士 这也就是我一辈子在做的事情 也是过去207年在做的事 207岁嘛 拜登真的蛮厉害的 再来看到下一张 中美我们希望看到说 中美的经济量体 拜登也希望能够看到这一天 就是中国大陆经济 可能会超越你美国了 这个林义夫 等一下请倩姐好好补充一下 林义夫他说 中国大陆有望在2030年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其实金科与倩姐 之前也讲过说 亚洲经济对全球贡献度 这未来2010年未来10年 亚洲对全球GDP增长贡献度达50 那光中国大陆就36%左右了 这个是没有办法阻挡的 其实中国确实有成功的 所有的条件 而这些条件是齐倍的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中国的政府 中国大陆的政府 他走精英 而且所有的政府的 这些组成的成员 他们都是从底层这样一直历念 然后经过这样子不断的拔拙 然后考验中一直到上层 所以他们本身的执政的经验 然后他的知识是足够拱大的 而且都是专家 都是专业人士 可是我们一般的民选政府 他基本上来讲都是选出业余的 绝大部分都是没有什么 例如说他在警诊室里面当医生 当往来以后 蹦一个选举就去当台北市市长 那八年过了台北市毫无进展 对 不知道做什么 然后有一个学历都被质疑的 然后蹦一下 就当台湾的地区的领导人 然后也当了快八年 台湾也一筹莫展 因为都是业余的 没有一个专业的 你要问他搞经济他不会搞 问他搞地方建设他不会 问他搞这个国家 把整个台湾的政策拉起来 他一无所知 然后甚至他 但是他会演戏 例如说他要修改兵衣制度的时候 可以蹲在地上蹲了很久 我就觉得脚都麻了 怎么会专心的去修改兵衣 而且兵衣制度 有需要讨论到那么多次吗 然后改出一个不像话的兵衣制度 因为也不过就是回到 我们以前都认为这一套 自爱难行的 好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没有任何优势 所以他们只会越来越衰败 而大陆的这个政治体制 他会他一直培训就这样子 所以他的治理者 基本上来讲都是专业人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林毅福一直强调举国优势 也就是说由于中国大陆的整个科学家 学者他们爱国 企业家爱国 所以他们都知道目前国家的困难 政府的困难 企业界的困难 企业界的困难 政府会去协助 国家的困难 企业界会慷慨的解囊而出 然后在人力的这个部分里面很充沛 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 这个地方十四亿人口 而有儒家文化的底蕴做基础 非常重视人才的培育 非常重视教育 重视人才培育重视教育 再加上中华文化的底蕴 使我们守纪律 我们是大体 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 那时候各位您看到了 这就是为什么 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 四十几年中国可以做到 外国人就是欧美的国家发展 一般来讲要两三百年的事情 两三百年才能够达到这个地步 中国在四十几年 就可以达到这个地步 这个就是因为 我们有这样成功的一个特质 我觉得以黎毅夫他的预估 就是说他分析 目前中国的这些经济的特点 然后去找寻美国 欧洲 还有韩国等在经济发展中 的一个阶段 例如说他认为 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的特质 比较像韩国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要快速起飞 所以他的预估里面 就是每一年的经济成长 百分之六到八是绝对有可能的 那他一直在强调 如果没有黑天鹅事件 就是说没有这次疫情的影响的话 中国在今年达到百分之六的 经济成长率一点困难都没有 而他估计下半年 中国大陆的经济会更快速的复苏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他的估计2035年 那么超过美国 这是绝对有可能实践的 接着到2049年 成为美国人的两倍以上 是绝对有可能实现的 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 而且不要忘了 韩国还是小规模的经济体 中国大陆是大规模的经济体 由于中国大陆的发展区域间的 速度的不一样 有快有慢的速度的不一样 还有就是人均所得的不同 所以中国具有所有的 把全世界欧美市场 统合起来的这种特质 中国内部都能够解决 然后再加上 中国对外门赴台开放 然后欢迎外国人进来 中国也走出去 各位你想怎么还有人 会对中国的经济没有信心呢 对啊 但是很多西方的国家 常常唱衰 中国大陆之前经济学人还说什么 哎呀 中国大陆经济见顶了 从崩溃论到见顶论 但是呢 会用科学数字呢 或经济数字呢 把这些西方国家给打脸 我们再来问一下倩姐 因为呢 刚刚有特别提到说 林毅夫有特别提到这个观点 另外再来看到 中国大陆最近的确有一些下行压力 为什么呢 国际都不好嘛 美国这些欧洲国家就是不好 那中国大陆出口的话 也会受到影响啊 然后呢 那自己内需的部分呢 中国大陆6月20号 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下调了 那这个很大重点就是说 会降房贷啊 哎 好多房贷族就说 哎呦 我的房贷会降了 那提振房市啦 刺激消费等等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磅消息是 香港交易所正式推出 港币人民币双柜台模式 意思就是大家可以用呢 人民币去买港股了 然后呢 首批名单包括什么 腾讯 比亚迪 中国移动 百度 小米 阿里巴巴 这些都是 林毅夫在17号的时候 在海峡论坛他又重新 很完整地阐述他的整个理念啊 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赖老师刚刚讲的 他认为当中国的人均GDP 到美国一半的时候呢 因为人口基数是美国四倍的缘故 他整个的GDP就会是美国的一倍 那么到那一刻之前他也认为呢 中国大陆是会有一个非常迅猛的 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话 大概有8%每年的成长 那么8%每年的成长 是非常非常快速的 在你已经量体这么大的 但是他后来还说了 如果是你把这些外部因素 那当然大家都可以想想看 外部因素有多少 他还是把它放在5%左右 所以我想从一个世界银行首席 以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的东西呢 他所看到的数字 跟他的基础的那些支撑 一定比我们更多 所以说他能够用 他认为乐观的是8% 但是有很多外部因素干预 还是5%的话 他一定有他很重要的道理 那这个讲回来 我觉得中国大陆在 时常他说呢是叫做保就业 一边是在保他的就业 一边在促改革 一边在调结构 就像是美国的这个FED 一开头说 我现在是要去调我的利率 然后我要去对付通膨 那我要让这个经济能够 不要那么热 踩着刹车以后 他又要希望呢 失业率能够高一点 所以经济就会冷一点 他这种就是一会儿要长胖 然后一会儿要瘦身 再长胖 再瘦身的这种方式 跟中国大陆对于经济的看法 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看到你每周天 有讲过那些几个主要的利率 中国大陆过去 无论是跟美国的汇率 或者是它国内的利率都是硬的 就是由上而下的一个体系 可是大家已经看到 跟美国的市场的汇率 在2003年开始已经开始浮动了 然后跟市场上所报价的这些利率 在2020年那个时候就已经说了 就是不是有一个任何一个银行 它从上面就规定 它的贷款利率是多少 而是让市场 18家主要的这些贷款的公司呢 他们用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 就是刚才讲的LPR来决定利率 那你想想看从一个过去 由中央说我人行的利率是多少 然后每家银行利率多少 每家总行告诉大家利率多少的 那个环境 到逐渐让市场上来决定 要用多少钱人才愿意借 那要用多少钱人才借得起 用这种市场的方式 逐渐的把市场的因素 带进来的这个LPR 就是一种调结构 包括人民币也是一样 以前是固定的跟在 美元的一个数字 在进WTO的时候 可是后来 它逐渐到2003年就开始知道 当它的经济一直不断成长的时候 你一定有一个压力 要去改变它的人民币利率的时候 它就把它跟一篮子的 跟它有主要贸易关系的 这些国家的货币把它放在一起 也再加上了政府政策的调整 因为毕竟呢 所有的国内政府相关的支付 都要用人民币 所以它的利率不能动太多 你看我们前段时间一直谈到说 如果美国利率再动的话 美债就是美国政府发的美债 还有美国政府要去做的 这些社会服务的这些钱 它都会产生一些联动性的效果 而中国大陆又是再一次的用 逐渐地把它开放的方式呢 去做了一些新的结构跟调整 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看林毅夫讲的话 他是有底气的 他会认为说就算有那么多人 要来唱衰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但是若是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 这种慢慢的调节构 逐渐地放开的方式 包括若是你房地产部门出了事 那我降低我的这些利率的同一时间 我可以定向的把水流 那个流动性交给房地产这个部门 而不是像美国一样 把这个所有房地产的债 这些次贷风暴的债 全部都买到政府来 有国家做最后的承担 他是把水流放到房地产部门 不但是供还有需 就是供需两边他都放了 所以这些一系列的做法呢 正是中国大陆时常被美国抨击的 国家的介入 可是这个国家呢 在林毅夫的讲法里面叫做举国体制 就是你可以把它说国家介入 可是国家是逐渐在放松 而仍旧能够保持一个 比较高度的监理的一致性 那这个举国体制 若是我们仔细去看IMF 或者是世界银行 或者是那个联合国最近的报告呢 就会发现恰巧就是美金 这个体制中间 现在产生的最大问题 因为它没有一个东西 可以把它沽在一起 没有一个确定的监理方式 它没有一个举国体制 没有这样子一个举国体制 然后美国现在怪东怪西 不想想自己的问题是出在哪里了 那尤其是中国大陆 刚刚林毅夫还有这两位专家都说 其实中国大陆这个经济量体 它的量体就这么大 迟早有一天会超越美国 只是快慢的问题而已 那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个底气呢 包括了什么 还有很多领域是换道或弯道超车 比如说福特汽车董事长他就说 美国在电动汽车领域 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竞争 另外再来看到中国大陆电池也很强 离电池创下新电量的记录 Tesla有4680电池 它其实是蛮强 每公斤244到296瓦时 它的性能蛮不错的 但您的世代推出呢 每公斤是500瓦时等于快多一倍了 那是Tesla很多 它已经很强 但是它比它还更强 好那你看有很多领域是如此的 但是美国或西方国家就很爱吹印度嘛 说印度好棒啊 双航母好厉害啊 然后呢 就的确有这个双航母嘛 维克兰特号跟超日王号等等 还说扬言领先了中国大陆啦 但是呢 其实比较尴尬的是 维克兰特号现在 它还没有装以色列的有缘相控阵雷达 等于是一个瞎子军舰 你也开上去了 没有雷达你怎么去锁定别人呢 而且它也没有公开展示过 它的舰载机放飞跟回收 那你的舰载机又是什么呢 然后还包括它设计来自什么 设计员来自意大利 舰载机准备进口西方的燃气轮机 来自美国的阻拦装置呢 从俄罗斯手中购买雷达进口以色列 这个也太多了吧 好多国家 然后但是中国大陆不一样啊 还有这个福建舰好棒啊 这个相控阵雷达32部 米坡远程预警 S波段电子站这些东西 然后呢它是32面 那福特号呢是6部的相控阵雷达 其实也比它还多 我觉得这个涉及到文化的问题 因为印度这个国家 它很相信这个联合国军 联合国军 所以它的武器装备要联合国化 它的地面部队有英国的 空中的有法国的 有美国的海上的 过去还有俄罗斯的 前苏联的 那海上的 现在最近也开始想从美国 那边买 过去它是俄罗斯的等等 所以它是由世界各国的 武器装备组成的 那由于每个国家武器装备 都是有自己的哲学在里面 有自己的文字 有自己的文化 那所以对于印度来说的话 它觉得我都可以拿全世界的 各个国家的武器来 但是问题就在于 它很难整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就是印度最大的一个困难 它的航母造了很久 它一直想自制航母 可是造到最后到今天为止 它还是没有办法自己国家 独立制造出来 它是拼凑的 它要从俄罗斯拼一点 然后从以色列 从法国 从德国 从意大利 从很多国家来拼 拼完了以后呢 现在大家觉得最匪夷所事的地方 是在于当它的航母 因为过去航母 它一出去的时候就请节了 后来又把它扶回来 又花了很长时间 然后以前在照的时候 照一半就火烧了 然后又花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俄罗斯也很痛苦 印度也很痛苦 因为印度觉得俄罗斯 就漫天叫价 俄罗斯就觉得说 你要东改西改 然后也不问我 反正就是一团乱 这个是跟印度的这个 哲学很有关系 然后最终 它的航母扶起来了 也可以推出去了 也可以推出去了 但是对不起 没有相控雷达 所以对于防空 它抓不到 那就是漏把子 对 因为它看不到空中 的飞行器 因为没有相控雷达 所以它的这个反导系统 就建立不起来 好 这个还不打紧 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出在于 它的舰载机 到目前为止没有影子 因为很多人都想看 它的舰载机是用 哪一个国家的舰载机 是用法国的 还是用俄罗斯的 还是用美国的 但是确定不是用美国的 因为它是华越式的 那所以它没办法用美国的 那问题就在于 到目前为止 看不到它的舰载机 请问一下 没有舰载机的航母 有什么用 但是即使是如此 欧美的这些军事评论员 为了要打压中国 要打击中国 还可以把印度的这两个 没有办法形成战斗力的航母 把它吹捧上天 说它压制了 压倒 胜利的压倒了中国的航母 你看厉害吧 对 倩姐 因为赖老师讲了 已经不必再补充了吧 你可以讲一下中美之间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觉得美国它真的 最大的问题 是它整个的造舰能力 已经停滞了非常久 今天我们讲到 为什么这些船 要拖回去的这些潜舰 要经过两三年 然后你又特别讲到 Newport News 它是在维吉尼亚州 它不只是一个造船厂 它是最大的造船厂 它旁边是最大的Norfolk 就是海军最大的基地 这个基地是支撑大西洋 地中海 一路到印度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原来它在东西两洋 这边的布局里头 是以Norfolk做核心 可是Norfolk的核心的 最大的造船厂 都不能告诉美国的海军说 你这艘船回来 我什么时候给你修好 因为它的零附件也好 或者是你现在要修改的东西 如果你只有三艘的核潜艇 那你是不是就要把 一艘报废拆了以后 把这个零附件拿来做呢 所以那你还要去评估说 你这几艘的东西 哪一个的试海性 叫Seaworthiness 就是试海性最高 它是最值得去修的 那为什么它不能够 像中国大陆11个船厂 船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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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做以后组装起来 然后下饺子呢 因为这种造船的能力 已经放弃了 不光是军方放弃了 美国也放弃了它在 民用船只的这种 大的造船能力 台湾是有经验的 我们向它买 裁垫潜舰的时候 美国就已经没有 裁垫潜舰的造舰能力 本来是要帮我们去选商 纸商带我们去采买 因此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在看 21世纪的海军 无论是雷达 是舰载机 是武器系统跟战斗方式 都会跟以前不一样 美国落后很多 你下载中天新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网APP 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 苏克兰化 右大陆打台湾 前置大陆发展 这些绿美不会告诉你 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 而且权威的国际资讯 和情绪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个比较